- 明天就是萬聖節了耶,所以我們今天要讓大家一起來驚嚇一下,讓大家受驚嚇,驚嚇指數百分百的東西到底有哪些呢?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哇,這麼多美美的保養品跟彩妝品為什麼會受驚嚇呢? 告訴大家,這些東西讓你驚嚇到覺得不買怎麼行,或者是什麼,居然有這些東西一定要趕快去搶才可以啊 讓大家覺得說,這是太可怕了,那可怕比萬聖節的鬼還可怕,而且沒買到會當嗚死鬼,就跟萬聖節那些恐怖的妖魔鬼怪是一樣的意思的 好的,首先呢,我們要來讓大家尖叫一下,尖叫恐怖指數破百的有哪些組合呢?首先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品牌也太誇張了吧,它誇張到怎樣呢?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這個彩妝品組合,大家乍看之下會覺得,欸,還好嗎?就只是很漂亮而已 都是金色的一些外觀,可是問題是,買這些彩妝品它要送給大家什麼東西呢? 它要送給大家的是,登登!COACH的包包耶!有沒有很誇張? 我的天啊,我看到的時候都說真的假的,不是買包包送化妝品嗎? 是,是真的是化妝品送包包嗎?很over耶!這個包包,那有在買包包 其實我對名牌是沒什麼了解啦,但我聽說好像至少要快,就好幾千塊 那甚至好一點的包包都要上萬塊,所以,居然送這種 那個超級名牌包耶,會不會太over了?現在的那個 週年慶競爭是有激烈到這樣是不是?居然買一些化妝品送給名牌包包 趕快去買啊,有沒有驚嚇指數百分百 好的,接下來帶大家來看到,這個也是讓我驚嚇指數破表 非常恐怖的一個東西 萬聖節到了,有哪一些恐怖呢? 你去餐廳吃飯看到一些流著血啊,舌頭觸出來的一些吸血鬼啊 或黑白霧衫不夠恐怖,看到這個才恐怖 告訴大家 這一家品牌啊,他們其實本來就是走也是比較專業路線 除了一般人可以使用,他很多的主顧客都是那種彩妝級的大師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一次週年慶的組合 居然推出了一百個顏色耶 一百個顏色的彩妝品的組合 會不會太over了啦,給大家看一下 你要什麼樣的眼影,什麼樣的顏色,它通通都有 你想要什麼樣的眼影霜,或者眼線霜 或者是想要什麼樣的,就是染眉,那個眉膏,眉粉啊 甚至連刷具都附給你囉 甚至還有腮紅啊,口紅之類的,給大家看一下 哇塞,顏色加起來了一百個耶 真的是沒買到會成嗚死鬼 因為你知道,這種東西啊,很多這種組合就只有在週年慶才有 所以我很多彩妝師的朋友大家都屈之若霧 那在這邊要跟大家說一下,我覺得他們這個品牌啊 其實很大膽耶,因為他們賺就是賺,他們各別不同的眼影 有時候會出不同的顏色啊,有時候會出限量色 有時候會出不同的組合,他們就這樣一次讓大家全買起來 他們之後要賺什麼,所以他們真的很大膽 那這一個一百個顏色的這個組合,就狂賣,賣到快缺貨 非常的恐怖,有沒有很恐怖 比萬聖節的妖魔鬼怪還恐怖對不對 一百個顏色耶,我的天啊 好,我給它收一下 你知道,不收起來桌子會有點亂,所以 好,給它收好,一百個顏色 那,我覺得有點納納的是,為什麼它是紙盒裝的 就是,它要讓大家隨身攜帶 應該不是應該做就是那種塑膠盒子紙盒 好像,是不是比較經不起風吹日曬 但是啊,我去問他們專櫃小姐 他們專櫃小姐是說,因為化妝師的東西都很重 讓大家就是帶的很輕巧方便 而且不然化妝包其實也不太會碰撞到啊 或是那個風吹日曬,所以是OK的 好的,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驚嚇指數也蠻恐怖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啊,光看網站上的照片 你會覺得,哇賽,這個顏色也太多了吧 但是其實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手當比例齒 給大家看一下,其實它都是小小的啦 它的顏色也好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讓你一次帶齊全 有沒有,要變妝的時候完全沒煩惱 尤其萬聖節快到大家可以來個變妝party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 接下來呢,我們要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個也是尖叫指數破百的 就是這個東西啊 幻顏凝露,這個幻顏凝露呢 它之前就是我在跟我朋友聚會的時候啊 我朋友都說,欸,怎麼辦我們一天要約會 我到底該不該用這個東西呢 我說這個東西要用就用啊 要考慮這麼久幹嘛 他說可是這個東西真的很好用 我好捨不得用喔 必須我要出國的時候才能用這樣 真的假的,這個幻顏凝露真的有厲害成這樣嗎 結果後來啊,我上網打聽了一下才發現 每個人對它的評價都是破一百耶 就是百分之兩百的好用 用完之後就是什麼臉上的皺紋全不見啊 什麼毛細孔通通都不見 然後臉部變得很緊實 上妝效果變超好 那他們家也是就是 這個也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可是他居然買了一堆之後 這裡面有兩個耶 也是這樣子就是好像半買半送的給大家 而且這個組合喔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有一些就是 天鵝蓉的粉撲啊 或者是海綿啊 還有這些刷具等等 這些價值差不多六千塊左右 他們讓大家加價夠 就是兩千多就可以買回去 也是讓大家尖叫指數破敗 什麼六千塊的東西 只要兩千多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裡面還包含他們的明星商品 幻顏凝露有兩個 所以這個尖叫指數也在破敗 而且除此之外給大家看一下 這也是他們周年慶才會推出的 你知道我就做好各大百貨公司的功課 讓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哪些是大家 沒買到一定會很歐的 都要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這也是周年慶才有的喔 這周年慶才有 這它的化妝箱很輕 不會像那種一般化妝師那種鋁製的很重 它是那種就是比較輕的化妝箱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自己隔層 你可以自己選擇要怎麼樣隔層 這裡面有魔鬼站 就可以自己黏貼就對了 就很方便 所以這也是他們家周年慶必敗的商品 而且沒買到周年慶之後就沒有了 好的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也是蠻over的 這個他們家 我之前做過他們家的活動 他們家的就是那個 他們的人也是很大方 就做完活動也是就是送我一大堆東西 他送我的就是大家最想要的就是三步驟 那這個三步驟啊跟大家說 這個是已經是熱賣到不行的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周年慶也非常熱賣 但是在這邊要跟大家說 那他們雖然摺數不像別的家 好像有什麼四折啊五折 但上面也是七點多折 所以如果啊你沒有就是 你平常就是很愛用他們家的東西 你可以趁周年慶七折一次給他買期 好的 接下來呢這個保養所也是 就是將近五折 它是六點多折 那它是以清潔為主的 清潔為主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周年慶如果你想買清潔的東西 也有清潔的組合 你想買彩妝的東西也有彩妝的組合 這是六點多折 這樣我也是覺得很划算的 然後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五折 這一組是五折耶 他們家呢都是以抗痘 或是比較不刺激肌膚的保養品 或彩妝品為主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們家其實也是他們家的明星熱賣商品 五折耶 有沒有 也是讓大家今天這樣指數破敗 你看原本可能比如說兩千塊的東西 只剩一千塊 一千塊的東西只剩五百塊 你可以買很多很多的東西 這也是周年慶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多多肌膚的話 就是必敗的一個選擇 而且他們家的就是 滿額症也好可愛 送的東西也好可愛喔 是走可愛風 他們去年的滿額症 是一個大化妝箱 我很喜歡 那我們家這次的是 送就是像這種的化妝包 裡面有就是筆刷袋 就可以放筆刷這種 好 大約給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有送這種化妝袋 或者是包裝包 現在超流行包裝包 從韓國來的 就是你每天要換不同的包包嘛 對不對 那你從A包包換到B包包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東西會少帶 比如說每天B帶的鑰匙 你可能就忘記帶了 或者是護唇膏可能就忘記帶 你每天B帶的東西 就放進包中包 那你每當要換不同包包的時候 這個就一定攜帶 就是移來移去 就不會有東西少帶了 這是他們這一次滿額症 別出心裁的一個贈品 好的 接下來給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呢 也是 我想想看這幾折啊 6點多折 這也是6點多折 這是他們 我覺得他們家還不錯 要推薦給大家必敗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個奇蹟光的一個保養品 他們是 今年 暑假的時候才推出的耶 差不多暑假的時候才推出的 他們現在就直接給他用 就是將近 快5折的價錢 然後還送一個 大的化妝盒 化妝箱 然後讓大家帶回去 所以如果喜歡買新品的話 就覺得好像 新品比較沒那麼多折扣 其實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像他們家 就有將近快5折的價錢 大概6折左右 就可以讓大家買回去了 也是不錯的喔 好的 提供給大家 週年期有哪一些必敗 而且 絕對不能錯過 錯過會在萬聖節 變成誣死鬼 不用化妝可以變誣死鬼的 那這些商品提供給大家 那我會把它PO在 片靈愛票票網站上面 大家有想知道哪些東西 買起來比較划算 或者是哪些百貨公司 目前還有週年期的檔期 那我會把 就是它全部打成一個列表 PO在 片靈愛票票的網站上面 去給大家看一下喔 下次見 掰掰